在封建时代呀 大部分人都迷信 全国不论周城府县都修庙 还什么庙都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烧香求神 也搞专业对口 做买卖的盼着赚钱呢 上彩礼庙 家里有了病人 得求药 上药王庙 青年男女想找个好对象 上菩萨庙 结婚以后没小孩 上娘娘庙 合着神剑全有分工 各扶其责 各管各的事 其实啊 他什么事也管不了 在大地方庙多呀 好办 能搞专业对口 可小地方庙少 就一个庙 比方说 就一个菩萨庙 怎么办呢 那也有主意 甭管求什么都上这来 求财呀 求药啊 求子啊 全在这一个庙里头求 那意思是说 反正香给你烧了 供也给你上了 这事要是不归你管呢 等神仙凑一块的时候 哎 你给转达得了 总而言之 这都是迷信 可在那时候就信这套 就拿清朝前龙年建来说吧 修建最多的是官邸庙 全国到处都修 修的素项还全一模样 这边捧着印的是官平 白脸 那边拖着刀的是舟仓 黑脸 当家做的是官宇 官公官老爷 红脸 官公左手捋着五柳常然 微闪凤幕 看右手里的这本春秋 这仪仨倒好 配色合适 红白黑 庙门口还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赤面饼赤心 赤土追风 一片忠心照赤胆 下联是青灯观青史 青龙雁月 千秋意气 对青天 横批 更古一人 那位观众就问了 什么叫更古一人呢 就是说官女这个人呢 从古至今就属他了 论能内 横扫千军 微镇华夏 斩颜梁 朱文丑 过五官 斩六将 什么 您说 还有走卖城 那就甭提这茬了 曹操上马赠金 下马赠银 封汉手停喉 结果官宇挂引封金 不要官 不贪财 美女实名一个不收 不耗色 忠义气 讲信用 哎呀 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都找不着 邓古一人 就他一人 连个配对的都没有 所有的官地庙 不论规模大小 塑像全一样 唯多安徽五湖的江边上 修了一座官地庙 就特殊 怎么的 您要是进庙里头瞅啊 这边官平捧着印 那边周桑拖着刀 当家 什么都没有 官宇上哪去了 您得上庙外头找 官宇一个人 在庙外头门口 将边上戳着呢 塑像是身着金甲绿袍 足等虎头战靴 左手履然 右手前指 面对江水 云争二目 官宇干嘛不在庙里头待着啊 什么 那位观众说了 交不起房间给轰出来了 您真爱开玩笑 哪有这种事啊 那为什么塑在江边上呢 哎 这里边有段传说 想当初啊 三国的时候 孙刘联盟 共同抗曹 两国很友好 孙权有个妹妹叫孙上香 嫁给刘备了 您听过京剧甘露寺吧 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后来呢 孙刘两家因为争夺荆州闹翻了 火烧连营七百里 刘备死在百里城了 孙夫人听说刘备死了 就到吴湖江边上隔岸遥寄 哎 这段在京剧里叫济江 孙夫人一边济 一边哭 越哭越伤心 越哭越难过 他一琢磨 得了 干脆啊 哎 我找他去吧 懂 哎 跳江了 后来每年一到秋天 这就发大水 本来 江水泛滥得找原因呢 是河窗淤塞 还是山洪爆发 还是低暗不顾 找出原因才能治理呀 不 那一年月迷信 愣说江水泛滥发大水呀 是孙夫人在江里游泳 把水给扑腾上来了 您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您现在听着是胡说八道 可是在当时还真有人信 怎么办呢 就有人出主意了 在江边上修了一座官地庙 把神像别塑在庙里头 让关羽站在江边上 就不发水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羽跟刘备是把兄弟 论起来 孙夫人是嫂子 关羽是小叔子 小叔子往江边一站 俩眼盯着 您想 这嫂子还好意思游泳吗 孙夫人一步游泳 不扑腾了 那 那他不就不发水了吗 妙修成了 相爷素好了 可这水呀 还照发不悟 感情不灵 您说内能灵吗 不灵怎么办呢 又有人出主意了 哎 干脆 速个刘备吧 刘备往江边上一站 就好了 大伙一听 什么 速个刘备 拉倒吧 光孙夫人一个人游泳 这水发的就够桥的了 咱速个刘备 两口子一高兴 来个男女混合游泳赛 那那水边就更大了吗